齐瑞福真8AT变入箱绝对可以平替爱信8AT变入箱 不信咱走着瞧 很多人并不看好齐瑞的福真8AT变入箱 都说是杂牌 甚至都想起了山东圣瑞的8AT 那这次你可就看周眼了 齐瑞的福真8AT变入箱虽然上市比较低调 但是不可小看 它是用来取代目前齐瑞使用的 七档十四双联合变入箱的 就是上其柳州的双联合和德国格塔拉克双联合 福真8AT将来是齐瑞主要匹配的变入箱 是唯以重任的 齐瑞不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有人质疑福真8AT不是齐瑞自己的技术 我可以告诉你 股东反而都是齐瑞的 但是技术是由德国吉福和齐瑞一起研发的 所以说就是齐瑞自己的东西 一款代号为 AF830最大可以承受三百二的一个扭矩 而齐瑞领云齐瑞的1.6T发动机扭矩是三百 来取代德国格塔拉克七档四双联合 没有任何问题 匹配在什么星图啊 凌云呢 还有六八Pro上面都可以 另一款代号为AF840的 它最大可以承受四百四的一个扭矩 而齐瑞的高功率二10T发动机 它的扭矩是四百 所以说也没有任何问题 大姐在什么截头旅行者啊 星图令云上面 还有六八L上面 用来取代上汽柳洲七档四双联合 总而言之 齐瑞的福真8AT不可小看 国产车企终于在8AT上面技术有了重大突破 绕过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技术壁垒 懂得大家都懂啊 是绝对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不要贬低它 并且这款变速箱使用的 目前来看是不错的 平顺性啊 升档降档的灵敏性啊 还有灵活性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要比那个胜瑞BIT要好很多 至于以后什么样 还有待观察 但是目前来看是不错的 我认为现在看不错 以后将来也不会差的 根据经验来讲吧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